頂給中共看 頂給中共看 我要給大家看 剛剛一川大哥講說 陳玉珍是出去之後 才接受友台的專訪 不對 你知道嗎 有有助理說 陳玉珍在外面 民進黨黨團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接受了這個友台的訪問之後 然後才進去干擾立法院 所以他是會前 他是在他是在民進黨黨團 前面接受友台記者的訪問 訪問完之後才聽到吳思瑤說 你看這個陳玉珍在我們黨團外面 看我們記者會 這是在丁少就跟中共做的事情一樣 他才跑進去的 所以這事情是非常北疑所思的 請問大家會跑 民進黨的所有的立委 會跑去國民黨黨團前面 接受媒體訪問嗎 不會嘛 因為所有有居過立法院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記者其實會在各個黨團前面 都會有記者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會有人刻意跑去國民黨黨團那邊去接受 民進黨的議員去接受訪問 那我要講的是說 陳玉珍為什麼跑到民進黨黨團來接受訪問 訪問完之後還在那邊聽 聽民進黨黨團怎麼講 講到他名字之後才衝進去 這不是非常北疑所思嗎 如果大家未來要搞這一招 就是不讓人家把話講完 為什麼不讓吳思瑤或者是民進黨的立委 今天把指控中共要介入政論 這一件事情講完 因為講完之後 中國的這個這個整個就漏氣了 所以你看陳玉珍一跑進去亂之後 所有的委員都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因為光吵架就要跟他吵十幾分鐘了 我都覺得吳思瑤太慢了 把那個尖叫機拿出來 應該他一進來之後就開始尖叫 尖叫他出去為止 我已經想一下怎麼會有尖叫機的聲音 林楚瑜 真的我覺得他根本就是要亂到你記者會開不下去 亂到你今天的主題全部被我帶走嗎 就沒有辦法再去指控了 那沈柏洋講得很清楚 如果未來這一招都可以 那所有的人不讓對方來批評自己 批評自己的作為的話 只要國民黨開黨團 記者會我就在外面聽 聽到有講到誰 我就叫那個人去亂 這樣子可以嗎 當然不行 這就是言論自由 你如果不開心 就回到國民黨開記者會 把記者全部找來 這樣就可以指控吳思瑤說 為什麼指控我 我不是這樣的 你就講清楚 為什麼跑去人家那邊亂場 你就是經不起監督 而且你在幫誰做這一件事情 鬼鬼祟祟 你明明是一個立委 你為什麼會變成是中共的會腳手人 因為週刊一個報導裡面 中共的黑手介入了台灣的媒體 而且直接去丁紹某一個台所新開的政論節目 那為了證明本台的政論節目沒有被丁紹 竟然馬上說習近平加台 共產黨瓦解 只要講這個大家就知道 我看得出來你想要被懲戒的排入懲戒的名單非常賣力 對啦 所以下次開場就要講說共產黨下台 只要這樣講就知道說沒有人在盯場了 好 距離名單越來越接近 對 某台的節目就這樣做 很多網友都在猜到底是哪一台 基本上有些人猜錯了 因為是筆劃比較多的那一台 不是少的那一台 中共黑手介入台灣媒體 民進黨團就開了記者會 開這個記者會途中 突然有一個過去都稱北京中央的人 在那邊打手機 然後就好像面色非常的凝重在外面聽 剛直接也講到 其實過去很多時候就在公開記者會 不然藍的綠的半 其他政黨人是不會在旁邊直接這樣聽 因為你會施加一種無形的壓力 所以在慣例上是不會這麼做 當然在法律上法規上 你要聽公開記者會是沒有不行 只是你這麼做的目的 是不是要少機會來吵架 果然就是這種事情就是這樣 就很像說有一個流氓在那邊插著手 然後就是聽一聽 他目的是什麼 就看你有什麼地方可以衝進來直接說 你怎麼會這樣講我 你怎麼會這樣講我 用這個方式來去模糊整個焦點 陳玉珍就是這麼做 他進去 果然你看 完完全全的按照這個方式演出 他就抓到一句話 因為吳思瑤說 其道是有中共在叮哨台灣的這段節目 然後就像現場也有陳玉珍 也在旁邊叮哨而已 陳玉珍就很不開心 就衝進去一句說 你為什麼要說我叮哨 為什麼叫我叮哨 他這個反應講 主主講了20分鐘 而且他一直示範 示範說我是站在外面 他就躲到後面去 我是站在外面 這個不叫是叮哨 然後又走回來 然後李彥珍還在這邊跟他一起演示說 這個他到底轉戰的距離 他們的對話 他們算不算叮哨 他說我剛好經過不能反駁嗎 你要跟我道歉 難怪人家說你吳思瑤 哀造謠 然後再回國民黨跟洪孟凱 再開記者會 歡迎吳思瑤來這邊叮 吳思瑤不敢過來 笑他沒膽沒用的這個人 有病喔 所以這很明顯就是故意要來鬧事 藉由這個方式就會模糊掉這個焦點 要不然如果沒有陳玉珍的話 我們就有更多時間在討論這個節目的一些細節 報導的這個內容 那因為陳玉珍這樣一鬧了這個之後 他成功的讓這個焦點稍微的轉移到自己的身上 也讓這個記者會有略為失焦 可是為了避免失焦 我們還是要繼續再進一步的去介紹一下 以免陳玉珍他得逞 沒錯 然後這個報導 好像資深媒體的人喔 其實就已經有爆料說 今年度開始喔 國內的某電視台用呢 這個當紅帶狀談話性節目為模板 另外製播新節目播出 哇這個暗示很明顯喔 就是原本有一個 一到五的帶狀性節目很紅 我們用它做模板 模板的意思就是長得很像 另外開了一個類似的節目 去講到這邊有些人可能就猜到是誰了 國台辦以在中國商業利益作為交換 意思是說呢 這個電視台老闆 可能在那個中國有些投資啊等等 那其實很多電視台 這些偏藍電視台都有啦 所自播的這段節目主題 談話腳本新華社會是直接派一個記者高度參與 而且在錄影棚裡面 這個丁少還對來賓名單指手畫腳 跟希望轉達講的這個角度 哪有這樣的 很煩耶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離譜是他 因為原本一些人都以為是說 怎麼來了一個人喔 就抄著那種非常標準的北京話 講話都會捲舌 以為就只是這個一般的工作人員 沒想到他直接在那邊吃手畫腳 你這個要講那個 你這個要講那些 直接呢要有指定角度跟特定主題 一定要批評民進黨跟政府 而且呢裡面也有提到呢 是說要特別幫馬英九那個時候 去中國的這個時候 要大肆去宣揚馬英九怎麼樣 讓兩岸關係變得很好 而且還指定來賓需要有某大牌的這個名嘴 所以現在就很快就要討論這個 這個名嘴是誰 目前已經緊急的這個離開台灣 因為他這個新聞曝光就是派另外 因為他可能怕說 會被台灣相關的這些法律 這個影響 所以他就派另外一個記者 就再來 現在已經離開的人叫趙博 他現在又有這個新的一個人 繼續來這邊 丁少 你知道嗎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 他現在已經直接親門踏戶 已經沒有在演了 之前也曾經有過類似 中國想要指導台灣政論節目 然後他們那個就是中國的電視台 然後呢 哇 那我的棚設在台灣 這樣子以方便台灣的名嘴來賓 你這個暗示又更明顯了 以前是用這種方式 後來結果這一家電視台就被取消了 就你不能在台灣幹這種事情嗎 現在就不是借棚 直接派一個人來指導的節目 然後他們那樣子的做法 已經被台灣管制了 他們現在直接派人來棚裡面 指導台灣的政論節目 以及台灣的腳本 以及台灣的來賓 台灣的製作人 都沒有這個中國這麼大咖 製作人不可能隨時亂入 然後呢 打斷節目 然後還要講這個特定主題 所以中國前置言人制 就是前置到台灣來 這個事情NCC要很重視 這一台他接下來如果要換照 或相關的這些裁罰 NCC應該要有動作 包括監察院都應該要動起來 去查背後的一個目的 他說自由時報也不好說 中國在台記者有八位 中國記者常常就是約台灣記者 去吃飯打聽消息 希望介紹台灣政界的幕僚 跟收集情報 他們其實來這邊 不是要報導台灣的 也不會出席台灣的記者會 而是有政治任務 就是負責建立人脈 去了解台灣政壇 藍綠的一些情勢 這個是中國很明目張 就是其實好像用匪諜 匪諜就用記者身份跑過來 對啊你用記者身份 然後不出席記者會 你就不是要報導台灣新聞 你比如說什麼 國際媒體在台灣嘛 BBC啊 然後在台灣都有 他真的要報導台灣的消息 這些中國人是當匪諜 負責的去做政治任務 美國的資安公司也有揭露 現在規模比以前更大 他這個平台叫做記錄未來 他說中國政府 有支持一個駭客團體 叫紅色朱立業 從去年11月到今年4月 台灣總統大選跟選後 針對政府教育科技外交 機構發生猛烈的攻擊偵查 突破台灣機關組織 超過70個 就是說中國人 他除了找了這些所謂的匪諜 或是監控政論節目之外 還有用駭客進行各種攻擊 所以中國整體的這個資訊戰 可以說是無孔不入 至於這個節目 這樣直接已經呼之欲出了這個時候 他們要不要出來說明一下 對 不要再看陳育珍用這種模糊焦點的方式 那邊亂鬧 因為台灣人非常在乎自己的民主自由 能不能被守住 沒錯 頂給中共看啊 頂給中共看啊 我要給大家看喔 剛剛一川大哥講說啊 陳育珍是出去之後 才接受友台的專訪 不對 你知道嗎 有助理說啊 陳育珍在外面啊 民進黨黨團那邊 走來走去 然後接受了這個友台的訪問之後 然後才進去干擾立法院啊 所以他是會前喔 他是在 他是在民進黨黨團前面 接受友台記者的訪問 訪問完之後 才聽到吳思瑤說 你看這個陳育珍在我們黨團外面 看我們記者會 這是在盯紹 就跟中共做的事情一樣 他才跑進去的 所以這事情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請問 大家會跑 民進黨的所有的立委 會跑去國民黨黨團前面 接受媒體訪問嗎 不會嘛 因為所有 有據過立法院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記者 其實會在各個黨團前面 都會有記者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會有人刻意跑去國民黨黨團 那邊去接受 民進黨的議員去接受訪問嗎 那我要講的是說 陳育珍為什麼跑到民進黨黨團來接受訪問 訪問完之後 還在那邊聽 聽民進黨黨團怎麼講 講到他名字之後才衝進去 這不是非常匪夷所思嗎 如果大家未來要搞這一招 就是不讓人家把話講完 為什麼不讓吳思瑤或者是民進黨的立委 今天把指控中共介入政論這一件事情講完 因為講完之後 中國的這個這個整個就漏氣了 所以你看陳育珍一跑進去亂之後 所有的委員都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因為光吵架就要跟他吵十幾分鐘了 我都覺得吳思瑤太慢了 把那個尖叫機拿出來 應該他一進來之後就開始尖叫 尖叫他出去為止 你不能再蓋揮了 怎麼會有尖叫機的聲音 林楚瑜 真的我覺得他根本就是要亂到 你記者會開不下去 亂到你今天的主題全部被我帶走嗎 就沒有辦法再去指控了嘛 那沈柏洋講得很清楚 如果未來這一招都可以 那所有的人不讓對方來批評自己 批評自己的作為的話 只要國民黨開黨團 記者會我就在外面聽 聽到有講到誰 我就叫那個人去亂 這樣子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這就是言論自由 你如果不開心 就回到國民黨開記者會 把記者全部找來 這樣就可以指控吳思瑤說 為什麼指控我 我不是這樣的 你就講清楚嘛 為什麼跑去人家那邊亂場嘛 你就是經不起監督 而且你在幫誰做這一件事情 鬼鬼祟祟祟 你明明是一個立委 你為什麼會變成是 中共的會腳手 太多人的會兒 你以前覺得我不是 你有沒有想要